李晨突然发文呼吁救援,范冰冰至今未做回应。 10月26日,就为更博的李晨转发新剧《七日生》官布求救信息,表示由于塞班遭遇,遇吐台风,全岛损失惨重,《七日生》剧组80人滞留塞班无法回国,希望万能的网友能够给予帮助,想办法让剧组成员尽快回国。 事实上,《七日生》前不久才刚刚宣布杀青,为了拍摄这部电视剧,李晨一直在美国封闭拍摄,而这期间又恰巧遇范冰冰陷入风波事件重合,因此他的一举一动都未受关注,可以说他对这部剧也是倾注了不少心血。 而此次突发台风肆虐,导致塞班当地机长跑道等设施损坏,所有航班已经停飞,剩余剧组收尾人员全部滞留无法回国。 目前已有媒体联系上该剧组人员,对方称虽然台风一个暂时没有安全风险,但受台风影响酒店玻璃已几乎全部损毁,因而住宿环境并不完善,加之塞班岛本就是一个食物及饮水不能自租的岛屿,所以未来能够支撑多久尚未可知。 从照片来看,当地受台风影响非常严重,酒店不禁玻璃全部损毁,内部设施也散落地满地都是, 还有部分民局已经失去房顶、电线杆、路牌、灯箱等也是东倒西歪,各类建筑路面都损毁得非常严重。 好在目前该剧组已经联系上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,据悉当地共滞留了大约1500名中国游客, 因为机场塔台受损严重,所以美方救助行动没有太大进展,中国领事馆方面则正在协调国内民航旅游部门积极应对,尽最大难力组织救援。 不得不说,七日生的拍摄条件一直都非常烈,李晨官方粉丝会微博就曾分别露透视频表示, 在沙漠拍戏时五分钟前还是晴天五分钟后就突江暴雨,狂刮大风,在40度的天气里下冰雹。 当然这和该剧本就是公路悬疑大剧的性质有关,而且剧情讲述的也是海外华人约县逃生,各路人马联手进行跨国营救的故事, 只是没想到在该剧杀青结束后,还真的在海外遇险,并且需要等待国家救援,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异于成衬。 至于李晨是否滞留当地,剧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戏份杀青前一周就已经拍币,所以已经提前回国。 如此按照时间推算,李晨上次被派到返金与范冰冰相聚,应该就是戏份已经全部杀青。 事到如今,让我们一起祈祷大家都能早日平安回来,救援工作能及早进行,滞留在塞班的国人也都能顺利回到祖国的怀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